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第四波疫情,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,十大屋苑于11月共6月243宗成交,按月再跌约6.2%,旗内交投及楼价下跌屋苑均占7个,买卖以天水为江湖山庄位缩约42.3%最多。 至于鸭利州海宜半岛平均尺价走势最弱,按月错约8.5%,综合代理资料,本月全港10个指标屋苑整体成交下滑,其中上月气氛唱旺的江湖山庄,11月交投无以为计,中原黄海表示,疫情反复影响市场表现,江湖山庄本月站630宗成交,业主取态有实客,有价倾, 以价空间一般约10万元。长益林家伦表示,该屋苑上湖居五座高层衣室,实用面积448方尺,6月初叫价540万元。受疫情影响,业主看淡后市,减至506万元逆手。 赤价11295元,买卖跌幅仅次的屋苑,为两大侧如冲南丑盘太古城及康仪花园。 温暖月错33.3%,本月站622及12宗,其余成交回落的屋苑跌幅较温和。 减幅约3.7%至16.7%,另方面,鸭利州海宜半岛本月交投逆市竞升近1.2倍。 暂陆26宗成交,但楼价值出现最大跌幅。平均赤价由上月约17874元。 明显下降至本月约16346元。 中原勞镜豪指出,疫情转差,业主愿意下调叫价,加上最近三房成交佔多,拖累赤价下挫,如一座中层私室,实用面积629方尺,近日减价50万元,以1000万元逆手,赤价15898元。 对于施政报告未有撤销或宽减任何住宅辣椒,他认为,政府可考虑取消将单位绑死三年的额外印花税,此举有助增加买卖流通量。 至于该行指,过去周六,日十大二手屋苑65宗成交,按周同期增约66.7%,辣椒不切,面对疫史,业主也要选手沽货。 市场消息称,沙基湾香岛三座低层B室一仿佛息户,于今年7月以1450万元放售,其后多次调减叫价,最后以1000万元售出,赤价18519元。 原页主持货三年多账面选手预279.3万元。 食福约21.8%。 另方面,屯门区二手楼价售团赤隧道将通车移带动回升。 长亿的屯门楼市赤价领先指数。 截至本月25日最新一期报516.17点,较上期上升1.77%,连跌三期后回升。